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的灵修已经进到历代至下了 那么历代至下呢 所罗门王就出场了 其实历代至上和下呢 是同一卷书 不过呢 我们把它分成上和下 是因为这里有两个不一样的主角嘛 那么现在所罗门王要就位了 他做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先请我们看经文第一到第三节 大魏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兼顾 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使他胜为尊大 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 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组长都来 所罗门和会众都往鸡变的丘坛去 因那里有神的会幕 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 是的 所罗门王就任 作为新的国家领袖 这里所记载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带领文武百官到会幕面前来敬拜和献祭 哇!这个行动啊 给我们看见地上的君王在执行地上君王的托付之前 先敬拜天上的君王 这个原则的的确确是在今天凡在地上侍奉主的人 领受上帝托付的人应该有的心态嘛 我们所有地上的托付和工作和侍奉都是从上头来的 所以我们应该先向天上的主敬拜和献上 求主也带领我们所罗门王所做的这件事情 蒙主悦纳 于是呢 主向他显现了 请看第七到第十节 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所罗门对神说 你曾向我父大卫大师慈爱 使我接续他做王 耶和华神啊 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 因你立我做这名的王 他们如同地上沉沙那样多 求你赐我智慧聪明 我好在这名前出入 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 这段记录啦 记载夜间 上帝向他显现 问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你要向我求什么 哇 所罗门王的回答 非常的有智慧 因为他就是向上帝求智慧 他说 哇 这个国民这么多 这么难管你 我哪里能管呢 求上帝赐给我智慧去管吧 一个人知道自己 从主而来的托付 那么要完成这个托付 需要什么 自己心中有数了 我们当然应该向主求 能够在我们身上完成托付的必须条件 这不也是耶稣后来的教训吗 我们应该先求主的国和主的义嘛 之后呢 这一切都加给你 真的 后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 主耶和华听到 所罗门王所求的是智慧之后 于是就应允他了 怎么可以应允法呢 请看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 神对所罗门说 我已立你做我名的王 你既有这心意 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 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 又不求大寿数 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 我必赐你智慧聪明 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 在你以前的猎王都没有这样 在你以后也必没有这样的 主的应允非常有意思 他说哇你现在所求的是智慧 你不求丰富的钱财 也不求除掉你的敌人 也不求长寿 好吧我当然给智慧 不过其他你没求的 我也给你 你看吧耶稣基督 在新约圣经所教的原则 就在这里显现了 真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 于是 所罗路面王在就任之前 就与这一位拣选他的上帝对话 祷告 祈求 蒙应允 这一个成为他一生事奉的基础 我们相信 有时候外表的事奉 必须要有内心与上帝的亲自面对面的经历 作为一切外显事奉的基础 愿主在历代之下 第一章 这一段重要的记录里面 就给我们看见和学习到 这个重要的事奉原则 愿主祝福你 使用你 敬 tid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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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